Hello 大家好 歡迎回來Ann與Lam這個頻道 我們今天要介紹的是梁素琴的演藝人生 梁素琴 1928年3月30日出生 原名是梁之素 他是粵劇二邦花彈和香港電影女明星 數有藝壇才女的美語 他除了中國文學 琴棋書畫都有一定的技巧 1938年武藏元陳錦棠 自知組成錦天花劇團時 梁素琴已經拜他為師 學習花彈 台步 還有武打技能 從銀幕處女作《孟麗君》1949年 直到他的飾影作《四鳳球王》1969年 參演過的電影有五十部之多 梁素琴出生於廣州的粵劇世家 他爸爸是粵樂和粵曲名家梁耳忠 繼母是粵曲靈人秦仙 也即是張玉京 梁素琴在五歲時已經跟著相親 由廣州來香港定居 六歲時梁素琴首次在電台公開演唱 《中周華古康子侯》獨唱曲《罵玉郎》 小學畢業後梁素琴一家因為香港淪陷 唯有離開香港避難 他十三歲便跟著爸爸去鎮江市廣州灣 加入由薛角仙組成的角仙星劇團 而且得到薛角仙和夫人唐雪卿的賞識 收他做門下弟子 而梁素琴由他爸爸和爸爸好朋友所改的兩個藝名 一個叫做乙琴另一個就是掃琴 裡面就選了掃琴這個藝名 自此就正式開始了他的離圓藝壇生涯 而梁素琴在中國大陸演出回港之後 曾經跟隨過經劇名宿周來兒學戲 於是就學得梅派的唱康風格 從此聲明日曹 整天都會去中國大陸 越南馬來西亞和新加坡這些地方走浮登台 也曾經跟已故粵劇文武生 許秀英在石叻即是新加坡登台演出 1949年梁素琴首次參與電影的演出 在由薛國仙、周坤寧等人主演的粵劇片 《孟麗君》中初次亮相 而且獲得薛國仙推薦她做皇后一角 從此直至1969年梁素琴先後拍攝了五十多部電影 在1961年與香港電影從業者李香琴、任兵儀、金影連、黎坤連、朱逸紅、許卿卿、英麗妮、譚善紅 結義成為金蘭姊妹,她們就是九大者 1964年梁素琴擔任正印花彈和副團長 她和梁醒波擔任團長 何京凡、柔聲譜、白文彪、顧清風、梁翠芬、蔡麒麟和陳雪艷等三十位靈人 組成了香港粵劇團 去到中華民國台灣省參加雙十節勞軍、金門前線勞軍和公開演出三十日粵劇 去到1965年月底蛇年春節 梁素琴替碧麗劇團全女班 在香港深水埗、油麻地和香港大會堂演出 文武生是鄧碧雲 而正印花彈是吳君麗和譚善紅 梁素琴是二幫文武生 武生是英屬馬來亞回流的黃劍鳴 醜生是張悅儀 1965年 梁素琴和關海山、歐家昇、麥景君、朱兆波和彥桃紅等靈人 一起去澳門媽媽國廟演出五日粵劇 而1966年 梁素琴為新女儀劇團的二幫花彈 但不知為何在夜場開台前她突然失聲 連對白都說不出 急得哭了 幸好正印花彈鄧碧雲 就呈傷了原本做小生的李婉雙小姐和她對調 化解了這場危機 梁素琴也在1966年 拜這個女畫家蔡佩珠小姐為師 學習中國畫 在1969年 就參加了在香港大會堂高座八樓舉行的蔡佩珠師生畫展 向公眾展示了她的中國畫作品 包括《風雨歸凡》 《青溪垂調》 《漁川歸調》 《幸花春雨江藍》 《秋江紅葉一帆圓》 衛堡音樂社的主持人王夏衛 謝衛伊和多位名門貴婦都走去捧她唱 梁素琴是汪明荃的粵劇《唱康子道》 她負責指導天仙佩、公主刁曼、符馬嬌 還有《租康情》 而《紅線女》負責指導木桂英大破洪洲 去到2021年4月16日 梁素琴得到香港演藝學院頒發榮譽院士下 表揚她的藝術成就 而阿姐汪明荃亦有到場公賀 2022年11月20日早上 梁素琴在香港東區醫院 因病而安場離世 享年94歲 12月12日梁素琴的喪禮 是駕香港殯儀館以佛教的形式舉行 由她的鮑妹梁芝傑、乾女兒、譚經偉 和眾弟子智桑 翌日慈玲出殯 由月劇命令、阮兆輝、汪明荃、羅家英等人扶寧 遺體其後移去過年神國火葬場火化 好 今天就分享到這裏 請大家點贊、留言、分享 以及記得訂閱啦 拜拜